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一讲 这一讲接着讲三量和三境 上一讲有讲到 西量境时 境有三种差别 性境 代字境和独隐境 性境是讲过了 第二种所缘境就是独隐境 独是简别于本质 隐是为隐相 就是依能源之性的虚妄分别而变起之境 别无本质 仅为隐相 独隐境是第六意识的部分相分 独隐境是一根 缘取过去生活中的感觉经验和知识经验 由想心所变现出来的境界 就像做梦的时候一样 梦中的射境是过去生活中产生过的射境的一种再现 也是幻境 又叫独隐境 还有胡思乱想 做白日梦 都是由意识升起的独隐境 意识的想心所升起独隐境 意识了别独隐境 就是产生意识 那意识层面的别境心所会进一步地认识和简择这个独隐境 独隐境分为两种 即无知独隐和有知独隐 无知独隐 就是如独头意识所缘的什么龟毛兔角 空花 以及过去未来种种 龟毛兔角等根本是幻想的影像 无其本质 故称为无知独隐 没有本质的 例如第六意识的想心所缘起的无为法 无为法本来是无相 无生不灭 没有本质的相分 但由于第六意识的想心所用望分别 变作相似的相分而缘起它 属于独隐境 第三种是带智境 带智即兼带本智 是指能源和所缘都有实智 智境是由能源和所缘而者之力合成 居于性境和独隐境之间 这个中间产生认知是错觉 叫带智境 带智境有真带智境 还有世带智境 就是相似的带智境 世带智境 是能源之心 缘所缘之境的时候 所缘之境有其所依的本质 是色法的种子所生 在心缘境时 产生的认知是不如实的 如第六时 缘草生误以为是蛇 产生草生的色境 固有其本质 但一根以色境为法成 详心所变现出这个意境 意识了别意境 产生错误的认知 误以为是蛇 所以说以心原色 世带智 中间相分一头生 因为相分是一头生的 所以也叫有志读隐境 有志读隐和世带智境 那是同一个含义 那是同一个含义 就是这两是同一个概念 就是从这个读隐的角度来 有志读隐 前面是无志读隐 在这个读隐境里面 前面有介绍无志读隐 那么这个世带智境呢 就是有志读隐境 有志读隐和这种 以色境、深境、相境、未境、处境为法成 详心所变现出的意境 都是世带之境 我们经常会有这种世带之境 还有一个真带之境 所缘之境也有其所依的本质 但是呢 它是心法的种子所生的 不是色法的种子所生 是以心、原、心、真带之 中间相分两头生 例如莫娜是原第八识的尸体 向心所变现出一个我像来 误以为阿拉耶士是长痕、独一 并且有主宰性的我 这个我像是由莫娜是和第八识生起来的 是以心、原心 所以称为真带之 第七莫娜是原第八识的尸体为自我 这种错误的认知 是非量 所缘为是带之境 所缘呢 就是这个真带之境 那我们凡夫呢 基本上升起的都是带之境 然后对这个带之境产生执着 贪着、贪爱 接着就是梦想、颠倒、轮回 平常我们都知道做梦是假的 梦境是独隐境 但我们都误以为带之境是真的 因为独隐境是假的嘛 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都误以为带之境是真的 并且产生执着 因为它有其所依的本质 它并不完全是这个妄想出来的独隐境 不像做梦 心过来就是空的 带之境呢 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执着 就像我们的人我、法我呀 还有由此而衍生的无量的知见 我们一切的知见 都是从这两个知见衍生出来的 就是这个人我见和法我见 这两个知见衍生了 对一切世间万法 知为私有的执着和知见 这个都是带之境 第六意识和莫娜识 以及他们的新所法作用的时候 必有所思量了别认知的对境 有所缘的对境而产生的意境 基本上都是带之境 第六意识变缘一切 就是通于三量 就是限量、比量和非量 都有 意识呢 也是三境皆远 所谓的性境、独隐境、带之境 都是意识的所缘境 以及便能分别 假实诸境 假实诸境就是指这个性境、独隐境和带之境 故去所缘之境 甚广 这个意识中有一部分意识叫独特的意识 就是这个无惧意识 无惧意识出其刹那 也是限量 出源这个无惧 轻震之体的时候 刹那之间是性境 第二念分别行起 推理、忌度 即使比量 或者是非量 所缘便成为带之境 或者独隐境 这是意识了 别境心所的这个圣解心所 这作用呢 是比量的方式 这预心所、念心所、定心所 和会心所的作用呢 是限量 或者非量的方式 有人问 这个第六意识为何通三量 第六意识呢 有四种不同的情况 是定中的独头意识 在定中 所缘的定境 在定中 这个圆 这个定中之境 总数限量 第二是善未的独头意识 既不以五十计取 不缘五十的相分 只是缘过去 现在未来的一切诸法 散乱 分杂的 而便记诸法 单独发生作用 或追忆过去 或筹记未来 或比较 推度 种种想象分别 或意念游走 东想西想 既非处于禅定之中 亦非梦境 那样的话 这属于比量 也有非量 各种情况 所以叫 闪未独头意识 第三种是 梦中独头意识 就是圆梦中的境 那都是非量 第四是五句意识 就是前面讲过了 五境是产生 五句意识的发尘 那不是五句意识的相分 一根 圆这个五境 详心所变现 这个意境 然后意识了别 这个意境 产生意识 五句意识的相分 是性境 所以五句意识 是限量 在陈威士论中 说到五句意识 和以五识聚起 并没有说 五句意识 和五识 是同时生起 因为对同一个境相 不可能同时 有两个能源之心 起作用 所以陈威士论所说的 五句意识 和五识聚起 指的是 在五识 生起的次一刹那 一根以五境为法尘 生起五句意识 也就是说 在五识 生起的第二刹那 一根必定会 圆起五境 产生五句意识 好 我们这些课讲到这里 都能够 受到这些人 三识 可能 下红 糟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